那今天我和我的同事 L世界时装之院的编辑们 有的在办公室 有的在家里 都坐在这个屏幕前面 一口气看完了十几个品牌 为手机数字上海时装周发布的内容 我想说呢 这感觉跟历年春秋两季 我们穿梭在上海全程追看时装周的这种秀 这个经历又有相同又有不同 嗯 我就想起去年 2021年的L风尚大典 颁给了上海时装周一个奖 叫做年度时尚无界大奖 无界就是上海时装周带给我的最大的感受 那么它是设计师和品牌的发布的窗口和成长的平台 是时尚产业链的贯穿的环节 渐渐的呢 它铺开了自己完整的一个生态版图 这个上海时装周是一个秀的季节 是一个订货的季节 也是上海春秋两季 城中的盛世 我们看秀也看秀场内外的人也被人们看 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022年呢 它以数字时装周 以直播的方式来呈现 我觉得这是上海时装周这个生命体成长过程中的一环 从2003年开始上海时装周快要20岁了 那它一直很茁壮 就是一场图月的发布会 其实我从21年开始就比较关注它的这个时装秀 因为它每次都会讨论一些人和自然和自我 还有和整个外部环境的一个关系 那我觉得它除了就是说做衣服本身以外 就是每次它都会以设计这个事情作为一个载体 然后去讨论这些就是当下的一个情绪 当下的一个观念 我觉得就是它的那个片子很长 大概有十多分钟 那对我去观看的整个过程来说 也是沉下心来 然后去听它说的每一句话 然后看它的那个画面表达的这些精神和内容 我觉得就是设计师作为年轻人 他会有一些批判的精神和怀疑的态度 去探究自我 然后探究个人的这个发展和整个的这个环境的一个关系 就是它的那个每次的这个亮相都让我印象很深 我记得米兰坤德拉说过一句 就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年轻人和年轻的设计师 他们有这样的思考是很值得欣赏的 这是我比较印象深的一个设计师和这个品牌 就是我这次看的就是我比较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球舒婷 它这一季呢就是延续以往的极繁主义 主要是不同的面料的拼接 然后呢不同的印花的拼接 运用了大量的不对称的设计和扩形 展现女性比较独立的那一面 另一方面呢就是它色彩的碰撞 跟这种丝绸面料的刺绣体现了就是它想表达女性比较柔软 内心柔软的一面 它这一次是致力寻求于外在与内在的那个融合 还有一个秀就是第一次在这个Rogan Rocks发布这个首场元宇宙的这张秀 主题是那个午夜面包房 它每一期的创作就是由那个插画主题开始的 然后将这个插画主题元素然后放在服装设计上 就是这一次比较印象比较深的两个秀 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两个设计师 我先说一说Away Lee吧 它这次的秀其实更像是一个小电影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小电影里面 其实是通过一种非常有戏剧张力的元素 去展现了它跟它母亲之间的一种连结跟交错 那它在这个二二秋冬的整一季Away Lee的发布会里面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它有很多大量的真知的元素的运用 那像我小时候就是我妈妈这个时代 我们看到很多大量在毛衣上会出现的那种 是还画像角力棒的花纹 然后就不同的那种真知的方式 然后纠缠在一起 包括它会用一些绣套做的那种styling上的叠加 非常丰富的靠这种造型的方法呢 去换出那种少女很浪漫很纯真的一种感觉 会让你在看这个小电影的时候 就是感受到跟母亲之间的一种连结 我觉得还蛮感动的 那第二个让我觉得这次印象还蛮深的 一个设计师是那个yes by yes sir 就是叶谦的一季 我觉得它很有意思的一点 是因为我们最近不是也受疫情影响嘛 它的整个主题叫做the office 然后里面提到两个关键字 在这场秀里面就是内卷跟躺平 然后它其实想讲到的一个就是说 躺平既正义这种风潮 所以看到在这一支秀里面 它运用了大量霉黄色 然后用到很多大量的荧光色 以及那些bling bling的面料 然后去就是展现一种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畅想和 就是一些非常平淡的白色系的一些东西 就作为说是一种躺平的意象 然后营造出两种的那种冲突感跟矛盾的心理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好那我说一下我这次比较印象深刻的 我这次比较印象深刻的 有两位设计师一个是东西10 一个是Pentaflight 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点在于 就是我看了他们的视频和这次的发布之后 我觉得非常的轻盈 非常的明快 非常的明亮 然后这是他们的共性 并且我发现在了解这两位设计师的时候 简单介绍一下了 就是东西10是设计师陈丹琪 2019年创立的 然后它本身出发点就是想做一个 呼吁和关注可持续时尚的品牌 所以它一直有很关注中国传统的手工艺 以及在一些面料的选择和科技研发上 都有一些可持续的概念引入 然后Pentaflight是这次它本身的那个整个主题 就是围绕着议题之下对于自然的渴望 然后它就是由此衍生出了这个一列 然后我就觉得我看这个视频的过程中 我就觉得他们的设计上从色调 就是视频本身的色调 然后到他们运用的色彩及面料 带给我的感觉都是非常明快的 非常轻盈的 然后他们的拍摄环境 就是也是让我觉得 就是对自然充满的一种向往 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当下有这样的轻盈 因为本身是一个秋冬系列 但是他们呈现的感觉 是没有让人觉得是沉重的 我觉得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当下比较需要的 所以我总结一下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看到这个线上的时装上海时装周 依然很坚持的在做 我觉得还是挺感动 挺有这个正能量跟希望的 那这些品牌里面像球书亭啊 叶谦啊 这些都是比较熟悉的 也有很新的品牌 所以也是今天大概先看了一下的 在这些品牌当中 他们针对的客户 或者是他们从规模化 针对人群来说 都很多样型 规模上落差都会挺大的 但是有一点 我觉得现在的新的设计师 包括这些在努力做 坚持做秀的设计师们 他们都是能够抓住自己面对的市场的一个特点 没有说像过去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这个整个教育的背景在提升 所以这次整体来看 整体的这个提升度还是挺好的 就没有过度的 是想成为某一种风格 而是抓住了自己顾客群的一个特点 那另外我是觉得 数字这个时装周在线上 它的发布可能就跟现场不一样 它需要融合很多视觉啊 很多有一些表达自己的方式 它的这个形式就多了 那么其实也是一种内容的输出 它可能在这个包装上 不只是衣服本身 而是对衣服本身的 这种衣服的诠释 通过小视频小电影剧情来构成 那我觉得这一次看到的这几个新的设计师 这几个设计师里面印象比较深 就觉得当然现在有很多设计师在做 比如说数字艺术的东西 很多都是一种视觉上的诠释 但我觉得今天有看到 他们实际去突破这个实用的界限 它不但是在设计穿着的衣服 也是在设计皮肤 在设计数字产品 另外就是前面大家有讲到 就是现在年轻的这些设计师 它的一个多元性会比较强 它在讲到衣服 讲到理念的时候 会把自己的思考和共鸣融合进去 包括对这个数字艺术的 包括对环境共生的整个大的趋势 这可能是一个成长当中不同的思维模式 所以我觉得就是上海时装周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让顾客和设计 让设计之间 让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创作的人 能够相遇在一起 这是我的一个感想 期待秋天的时候 我们能够在线下 在一起再去上海时装周